说到家庭聚会 那对于咱们栏目的花儿凤同学 可以说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舞台了 一起来看看他是在朋友圈怎么说的 家庭聚会亲戚问我 找对象没有 我很机智地默默寻找他家小孩 然后亲切地问 考试考多少呀 要知道痛苦是需要转移的 小孩说 叔叔我考了第二 对了叔叔你有女朋友吗 来自熊孩子的身身鄙视 想起了小时候被问考试成绩的恐惧 让你瞎转移吧 这下被人家小孩子给对了吧 可惜这种痛苦是完全体会不到呢 但是看起来还是蛮心酸的样子 竟然被一个小孩子给挑衅了 你大人不记小孩过 下回带个女朋友过去 他自然就戳不到你的痛处了 或者你要么就学习那些 帮个人生导师 杜花发吉他 叹叹叹叹的人生 这样我保证啊 就没谁想跟你聊天 这倒不是 妈姐又开始分享人生经验了 我发现我国现一代女性的主要特点是 想赚钱不想上班 想恋爱不想结婚 想学习也不想看书 想减肥不想恶度 实不相瞒 我这个男生也是这么想的 看完瞬间心情变差 只能点杯奶茶 安慰一下辛苦工作的自己 减肥这件事啊 这一辈子跟我八字不合 不会再爱了 娜姐厉害啊 一句话概括了多数人的现状 这就是娜姐的厉害之处了 反正每次我看娜姐的朋友圈啊 哎呀 就像是上了一课 整个人啊都不好了 watercolor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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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